药草精灵的一届冒险 第一章,人形板蓝根的冒险 在一片宁静的药草原中,盘根错节的药草们在阳光下静静地生长 其中,有一株名叫兰妮的板蓝根,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时刻 经过数百年的修炼,兰妮终于成功化作了人形 她对自己的心身体充满了好奇,尤其是那些细微而复杂的感觉 像是手指的触感和脚部的轻盈 兰妮的师父是一位隐居在山中的药师 她对兰妮的期望非常高,希望她能够继承并发扬她所传授的药理知识 今天,兰妮的师父外出寻找稀有的药材 兰妮则获得了难得的自由时间 她决定被着师父悄悄化作人形溜出去玩一回儿 兰妮一边漫游于这个她从未真正体验过的世界 一边惊叹于街市的繁华与热闹 她穿梭于各种小店和摊贩之间 对这些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好奇 然而,就在她正陶醉于街头的喧闹时 一个形色匆匆的人撞上了她 兰妮猝不及防,被撞倒在的 那人正是某个猎人 她手中提着一个空空的背包 显然是在寻找什么 她看见兰妮倒在地上 目光一亮,随即低头看向她 兰妮慌忙站起身来 试图道歉,但那人却猛地伸出手来 想要把她放进背包里 原来,这名猎人正在寻找一些特殊的草药道具 兰妮的出现让她以为她是她寻找的目标 第二章,进入异界 兰妮惊慌失措,快速摆脱了那名猎人的抓捕 却在逃跑的过程中误入了一个奇异的光圈 光圈瞬间将她包围 将她带入了一个陌生的空间 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这个世界显然与她熟悉的世界截然不同 四周是一片奇幻的风景 有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和奇怪的生物 兰妮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奇怪的传送门前 传送门上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她看到了传送门上方挂着的提示框 系统,欢迎来到药草世界 请完成以下任务以适应新环境 第三章,奇妙的任务 兰妮随即收到了一个系统提示 请打败草药Boss,获取认同薄荷 她的心跳加快 不知道自己需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就在这时,一个系统窗口弹出 显示了一个草药Boss的形象 这个Boss看起来像是一株巨大的草药 拥有强大的力量和防御 兰妮鼓起勇气,决定接受挑战 然而,她还没来得及做什么 一个组队邀请谈了出来 我们放在一起 主客是可以滞留行性感冒的 兰妮点击接受,加入了组队 第四章,合作的力量 兰妮发现,组队的伙伴们各自拥有不同的能力 其中有的能够使用强大的魔法 有的擅长进展 他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个名叫薄荷的角色 看上去十分熟悉 兰妮心想这可能就是系统所提到的认同薄荷 薄荷告诉兰妮 他们的目标是打败草荷Boss 并且获得其掉落的珍稀药材 团队合作的力量让兰妮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支持 她开始融入这个奇异的世界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他们成功地打败了草荷Boss 兰妮和她的伙伴们获得了丰厚的讲讯 薄荷的角色也表示感谢 对兰妮说我们需要继续合作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挑战等着我们 第五章 经营药铺 兰妮接到了一个新的系统提示 请接管经营状况不佳的系统药铺 她随即被传送到一个药铺前 这是一家在这个世界中经营药材和治疗物品的小店 但店铺的经营状况显然不佳 兰妮看到店内摆满了各种药材 却没有多少顾客光顾 众玩家们看到兰妮接管了这家药铺 纷纷涌来 希望能够帮助她 他们发起了众筹 并且为药铺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债务 兰妮接受了这些帮助 开始努力经营药铺 她利用自己对药材的了解和灵魂穿梭的经验 逐步改善了药铺的经营状况 她引进了稀有药材 并且根据顾客的需求调整产品 让药铺逐渐繁荣起来 顾客们对兰妮的药品赞不绝口 药铺也逐渐成为了当的的热门商店 第六章 领地战的挑战 正当兰妮忙于经营药铺时 系统突然发出了一个新的提示 领地战将在15分钟后开启 恭喜您成为主成领主Boss 守城失败将被删好 兰妮顿时感到紧张 这意味着她需要保护她所经营的药铺 并且参与领地战 兰妮与她的伙伴们迅速准备 制定了防守计划 他们修建了防御攻势 并且调动了所有可用的资源 领地战的时间来临 敌队势力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兰妮和她的伙伴们全力以赴的防守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兰妮和她的队伍成功守住了药铺 领地战结束后 兰妮获得了丰厚的奖讯和尊重 她的药铺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顾客和资源 第七章 新的冒险 经过一系列的挑战和冒险 兰妮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陌生的世界 她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不仅成功经营了药铺 还在领地战中取得了胜利 她的伙伴们对她充满了敬佩 并且与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兰妮知道自己的冒险还远未结束 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和挑战 她将继续探索 为自己和她的伙伴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无论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 她都将勇敢面对继续她的奇妙冒险 故事的最后 兰妮站在要铺的门前 望着繁华的街道和满怀希望的顾客 她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旅程才刚刚开始 而她的冒险才只是冰山一角 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 等待她去发掘和探索 兰妮的故事成为了药草世界中的传奇 也成为了众多玩家心中的榜样和启示 她的勇气和智慧将永远激励着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